尼泊尔西部山区11月初发生抢震 名宅学校倒塌 一片残垣败瓦 贾贾科特县里姆纳村的区贝尼中小学 一半的校舍损毁 另一半墙壁军裂 无法继续使用 学生只能在户外上课 镜头转到慈祭兰皮尼会所的工作坊 打磨 切割 刺耳的声音此起彼落 志工们如火如荼的在准备建材 昨天就开始到巴雷哈瓦去购买建材 到了下午才送到 很感恩 一到之后 我们的安美的工作人员就很快的马上动工了 因为知道 说是要为了给这些邪子们 给他们有一个邪校 一个教室 让他们可以遮风 防雨 可以安心地上课 希望可以赶快在这个一个星期里面 把这些所需要的材料 建材都把它准备好 可以赶快尽快地送到灾芯那边 200支方形钢管 打磨 上色 并依据尺寸切割 钻好螺丝洞口 志工准备用组合屋的方式 为去贝尼中小学 原建11间简易教室 sinエスクール 学校 家里边 有很多人在一起 非常幼稚 独立下的家里 大部分àng导立山 尝尺寺 我们让他们希望赴上一个人 我们准备时间 出现两天 所以我们希望赴上一次 他们能让他们助为那些部材料 天灾无情 但人间有爱 大家用行动相挺 期待简易教室带给学生学习的空间 也带来安心的力量 大爱新闻 尼波尔报道